苹果吸打饮料 许多人从小喝到大 不过近期不止被踢爆 平底出现不明白色沉淀物 全数回收下架 经过卫生局查验 更发现竟然是黴菌成分 最大罐的2000ml 以及1250ml被抓包 平底含有不明白色沉淀物 卫生局获爆后查验14罐成品 同时封存41237箱 82.3公顿的产品 点验结果出炉 沉淀物竟然含有黴菌 以及酵母菌引发食安疑虑 卫生局依食安法第八条 限期改善 否则最重可以开罚2亿元 不过工厂缺失不止如此 新北市售通路抽验的 苹果吸打检验结果有沉淀物 5月19日桃源市卫生局 前往大西洋评证厂再次查厂 去追美菌源头 卫生局人员来到评证工厂 更发现厂年23号生产线裸露 还有天花板煤斑 管线斑驳等多项问题 有污染食品之余 目前一并依食安法第41条 暂停作业直到改善为止 但食安出包恐怕也引发民众恐慌 会害怕 也怕到万一喝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品牌还蛮大的 所以就总会忽然有这种事情 实际来到大卖场以及超市 汽水区的苹果吸打统统下架 对此苹果吸打也回复表示 目前已经将四种产品预防性下架 如果是5月19号之前 就购买的消费者 也可以凭相关单据退费退货 努力补救 如果说消费者饮用后发生身体不适的情形 业者表示有投保产品责任险 所以说消费者可以凭医疗证明 来向业者请求医药费的赔偿 不过苹果吸打食安频频出包 早在2018年 就因为害多名消费者腹泻 回收200万瓶饮料 4月发现沉添屋已经停掉1号生产线 加上这回验出梅菌以及工厂梅班 3个产线已经遭到勒令停工 短期内苹果吸打将在市面上消失 如果再不好好改善 以食安法恐怕要面临2亿元罚还 记者六志展李琴王一婷 桃园新北 采访报导